梁永琦和老公代理的西班牙童裝品牌 《臭臂多時》 這日終於開張了 楊千華和鄭壽文都有來餐場 見到女女Sophia穿得這麼可愛 簡直就是三招牌 之後看來都要找女女來做模特兒 其實她現在穿的衣服 大部分都是穿Nano的衣服 因為她又見慣見熟 她又很喜歡 她買的衣服是三歲多 其實你迫不到她們穿一些她不想穿的衣服 她們自己會教我一定要穿這件 因為她很漂亮很喜歡 千華都會買給兒子Torres穿的 不過她就說做生意就別搞她了 嘩真的不行 生意丁先生會比我好 我的數學由小學開始已經很差 差到一個點 所以我數字的概念很差 所以我做不到生意 而且她也叫我做時裝 要是自己喜歡 要是兒子漂亮 這樣很不大眾化 不要做 但是她的選衣服的理念是像爸爸的 爸爸有這件衣服 她要一個mini版 那經常都會親自妝和爸爸的 是呀 那我沒辦法 我又有穿男裝 哈哈哈哈 Sammy雖然沒有想著生小朋友 但原來都會買童裝的 而且以前用買童裝來做自己的身形 這麼久標準的走變態 以前有這樣的思維 覺得穿了童裝就好了 這個身形 但其實又有一點不健康 現在買童裝就真的送給朋友的子女 這天還是Sammy和安仔結婚五周年 會怎樣慶祝呢 普通吃飯 不過我都喜歡慶祝一下 不過那些慶祝不是要大排現職 或者要叫很多人的party 都是很少人的吃飯 那有沒有準備禮物 待會逛逛逛 買童裝 哈哈哈哈 還沒想啊 很隨便啊 我還沒想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